交以洲人工島研究的階段 勝公眾參與上月美完結 根據現屆政府的說法 交以洲人工島將為香港發展確容確量 提升香港作為金融、商業和貿易中心的競爭力 幫人工島算算賬 政府預計1000公頃人工島當中 約300公頃將納入未來10年 全港3280公頃可供發展土地 執行方面 政府目標是今年開展環境影響評估的法定程序 於來年展開詳細工程設計及土地嵌測申請撥款 2025年再為田海工程申請撥款 並在同年底啟動田海工程 期望首批建成的住宅最早可在2033年公居民入住 10年可入住 難怪有支持人工島的議員表示 收中地不會較田海快 這一點重要 但在經濟學眼中 特是反對同時發展新界不和大規模田海工程的理據 有關人工島研究的公眾參與 反對聲音最大的應該是綠色和平 奇怪 環保團體綠色和平最近發表的 《明日大罪對香港的公共財政危機報告》 回應政府的不是人工島有多不環保 而是他對公共財政造成的危機 綠色和平委託關卓照及其團隊 研究本港未來的公共財政狀況 及《明日大罪填海工程》對其影響 當保守估計 全部推算結果均顯示 一旦強推明日大罪 即使假設賣地收入符合政府預期 及成功發行基建債等融資 庫房皆會耗盡 最快發生於2028斜綱29財政年度 甚至於2041年債務滾存至於7萬億元 並會如雪球搬越滾越大 陷入負債累累的困境 超過7萬億元債務 法神經 交以洲人工島的最新預計成本 才是5800億元 從不足6000億到超過7萬億元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不用研究 可能性只有兩個 其一 預計成本嚴重被低估 其二 政府債務困境根本是結構性的 明日大罪還是小罪 明日都會庫房好盡負債累累 後者的說 大規模填海工程究竟是加快 還是減慢庫房爆煲 關卓照及其團隊的報告認為 答案是後者 換句話說 今日的關卓照 與當年的雷鼎名 終於連成一線 把結構性財赤 歸咎於人口老化經濟放緩 於是 報告反對發展局強調 現時應討論 如何做好並非做與不做的說法 你買樓會擔心負債嗎 現金流的分析 只是用來考慮項目不同財務安排的可行性 預七萬億元債務即使真有其事 下一個問題是政府還得起嗎 還不起 誰願意借錢給政府呢 經濟學者真正需要做的政策研究 從來是成本效益分析 而這分析包括政策對自然 環境造成的成本和效益 做與不做這個問題 只要成本低於效益便值得做 而值得做的話負債可能是最有效 甚至唯一可行的財務安排 做好了包括政策 影響自然 環境的成本效益分析 還要再考慮什麼時候做 今天最重要的問題 我認為其實正是當發展新界土地 與大規模田海所需要的時間相約 同時一起造的成本含義 同一段時間一起增著造 就是一起增材料增資本增人才 三增之下成本不可能不被增到上天花板 於是更準確的成本效益分析 尚要考慮先發展新界土地後 大規模田海的成本效益是否更高 假如先發展新界土地後 大規模田海的成本效益 還是負數 即使財政儲備再多 人工倒還是不值得做 會等於在身面下 現在判施了 跟土地後 大規模田海的成本效益分析 大規模田海的成本效益分析 大規模田海的成本效益分析